大家好,我是Afterwork Kitchen的Stanley 相信大家都喝過蘑菇湯 一本蘑菇湯都會用到啡色和白色的蘑菇做湯 其實沒什麼特別限制 今天會用到啡色和白色的慕容菇 再用到白味噌取代忌廉,一樣creamy 好味 事不宜遲,立即開始 半個洋蔥,切碎 燒熱鑄鐵鍋,加入1湯匙牛油 這裡有260g的慕容菇 我們直接用手撕開,炒香就可以了 將慕容菇一直炒,炒到乾身 夾起少許完整的慕容菇,留下最後擺盤肉 當慕容菇開始炒到乾身,我們就加入洋蔥 這裡有350ml的雞湯和150ml的水 我們先加少許去刮椒 然後倒下剩的雞湯 然後煮10分鐘 現在過了10分鐘,就可以關火了 然後就用手提攪拌器,去打爛這個慕容菇 我們不用打到太碎,留下少許口夠 攪拌好之後,我們開火煮回滾 現在我們加入100ml的牛奶,小火加熱煮滾 牛奶煮起就可以關火了 之後加入1湯匙的白味噌 攪拌,確保白味噌完全融化了 最後將味噌牛奶倒入湯裡 攪拌均勻 這個慕容菌湯,味道一點都不輸涉給蘑菇湯 菇菌和味噌有豐富的うまみ 即是我們所說的第五味道,非常鮮甜 大家一定要嘗嘗 今天用了白味噌煮湯 不如說說白味噌最具代表性的西京燒料理 西京即是京都 西京燒就是用京都出產的味噌 醃漬食材之後再去燒烤 200年前,京都丹波有一位釀酒師丹波屋貿助 在天王住所附近製作西京味噌 當時供應味噌給天王的這間餘所 就是現在的西京味噌公司 相比其他味噌 西京味噌用的米曲比黃豆多一倍 用鹽極小 發酵時間短,質地細滑 顏色是淡黃色,屬於白味噌的一種 由於帶一種細緻甜味,很適合醃漬海鮮 例如大家認識的銀雪丸西京燒就是用了這個做法 這道京都料理材料簡單 將味噌、味淋、米酒、黃糖攪勻 將魚肉醃漬兩天 由於味噌糖分高 燒焗前,濕走魚肉上的味噌 避免魚皮燒焦 魚肉保持嫩滑甘香 大家不妨試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